我们用了BCFairy Experience Cat 今天手花23.4元 要去波恩海岸 我现在在去波恩海岸 就是宝宝的土生 这是黎布波华 可能是用最近的小岛线路 只有20分钟就到了 我先去看看 看我本来能够打开多少地方 本来觉得这个小岛没有什么可玩的 没想到却给了我们大大的惊喜 很快船就到了 一下船我们就去打卡网红餐厅的snug 据说这家是网红餐厅 我来这里吃一下好了 小朋友点的迷你爱个妈 好可爱 好好呀 我点了一个奥腾龟 还挺好吃的 另外一个是班尼 网红餐厅果然很好吃 饭后我们四处溜达 来到了码头这一侧 这边的黑莓最好吃的 我们发现了一棵宝树 好的好的 这不是树树 猜猜这是什么树 提示 在这里 妹妹这是什么树啊 栗子树 我看一小栗子 栗子树 栗子树 两个栗树 哦真的啊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为松树 应该知道哪个树 哪个树 好久没有见到栗子树了 都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 看 哇 哇 找到一个饱满的 我找到小的 哈哈 你找到小的 好好好 回家可以煮了吃吧 十年之间 小岛没有太多变化 只是多了些房子而已 很快 我们就到了第二站 克勒尼湖 在这里照相打卡之后 继续上路寻找迷宫 对 我们迷宫路口 这种应该叫灵修之地的 对 迷宫就是这个 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地奔跑 很开心 在这里来一场家庭跑步比赛 也是很有趣 我们来到另一边 想去寻找千年的古树 没想到先看到了马场 嗨 很喜欢这里和大自然链接的感觉 哇 这个地方的门都弄得好漂亮 这棵灿天的大树是花旗松 应该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到格拉斯福 之后我们直奔海边的灯塔 哇一下车这个 很漂亮这个地方 左手边礁石上就是灯塔 让我的无人机从空中 带你看这个海滩的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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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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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照相呀 照了吗 就照吧 没关系的 照妹妹这样 好 我觉得它挺好看的 对啊 好 我们在这里玩了很久 又幸运的看到了鲸鱼 这肯定是我在宝云岛最喜欢的地方了 准备回去了 我们依依不舍的向小岛做告别 第二天 妹妹就拿乐高做了一个类似的迷宫 想带孩子们看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这大概就是我带他们出去旅行的原因吧